不要甘下降 不要以为佛就高 菩萨就低 这什么凡夫妄想分别 就连那个监禁信菩萨也有这种分别 这都是实现的 如果是监禁信菩萨有这种区别 还叫监禁信吗 他已经成就监禁信了 这是给凡夫做榜样的 牙齿没有监禁信 我这样说 那我们的心里 为什么佛不说呀 要找个菩萨来说 因为佛比菩萨要高一等的了 因为我们修行就是经过菩萨位 才能成佛嘛 有这高下降 所以这个把这高下降取掉 有时候催急 催急呀 就是把他的己门所修行的显现 那他说己门的时候就是菩萨 说本门的时候就成就了是佛 所以在那个地藏经上说 释迦摩尼佛跟地藏说 我并不是在这个世界都是现佛神说法的呀 我也实现菩萨 实现众生 九法界都实现 因此我们大家也得有这个思想 文末生 文末生理佛神画现个珠 这个在五代山里看的故事当中 文末生理佛神的故事当中 有个故事叫珠 他画现一个珠 那有一个老修行在山里头朝五代山的时候 碰见他要下山了 那就一个放羊的老头 放在那头给他写封信 说你拿着这封信哪 你在路上给我交给他 交给这个 交给受信者 那么这个人就接受了 说你在路上一定遇到 他说那什么弟子没弟子 听见人家喊 你就给他 完了他就交给他这封信 他当那个道 他那 这个其实地藏文术思理佛神的 是像一个珠 他拿这封信 听见那个珠主人喊这个名字 他一看是个珠 这个老人管他是珠是人的 给他就是了 不和这个珠 他把这信给的这个珠啊 也不晓得看没看啊 珠这么一立 立起珠就站起来了 珠本来四条腿 两条腿在底下 站就这么死了 那珠是文术思理佛化身 那珠上的老和人还是文术思理佛化身 说你该回来了 别人打个信一看啊 信里头四个字 你该回来了 那珠一站着就死了 这是圣经 圣经呢 就是世人圣献的境界 他什么都献的了 化献化献 化献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是业 真实是业 因此佛跟郭建英不说 你不要升高下降 就是说我们道友们 不要升高下降 现在这个 斩插业报警是我讲 但是我们底下道友 比我讲的好的多得很 不一定 不要升高下降 平等平等 佛就跟他说了 慈善男子 这个慈善男子 谁说的 就说地藏菩萨 佛给他介绍地藏菩萨吗 跟着坚营幸福地说 你不要升高下降 你知道 地藏菩萨吗 这个善男子 发福的心意来啊 他已经经过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恶生其解 把恶生其解 说到无量无边 加上不可思议 没有时间想 那久远了 久已能住 撒婆罗海 他早已成佛了 所以一切自喊 撒婆罗翻一些字 一切自喊 功德满足 那他为什么还没成佛呢 以本愿力过 他自在的 因为他愿力就是 度尽众生 方正菩提 这两句话 我想每个道友都记得 地狱不恐 事不成佛 这两句话 我怎么解释 大家怎么解释 我解释 大家看对不对 地狱本空 地狱久已成佛 佛菩萨 自现各种身 所以他应以菩萨身 得度者 他自现菩萨 大家看看一切菩萨 都是穿的在家衣服 留着头发的 都穿的婴落 满身珠宝 宝气十足 哪个菩萨 不是宝气十足 那宝都是无价宝 恐怕咱买都买不到的 不是人间的宝 为什么地狭菩萨 替脑科 菩萨当中 只有地狭菩萨 现的是比丘身 这是极其特殊的 所以这都我们就证明 他是以本愿力过 划线的 不要当成真实 说地狭菩萨从他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经过那个时间 没法计算 阿圣骑是无阳术 没数字的 把这个没数字的 经过无量无边 阿圣骑 不要以时间地点数字来算 因为在一切菩萨四限的时候 在这四限 他因为怎么样令众生得到利益 能众生得到 以此为主 所以文若思理菩萨 在伍特山什么时候都现 刚才我举个例子 现诸 现诸 那不是人了 诸 也可以 现一下众生 为什么他要现诸 当有诸 结实的时候 就是我刚才那个薄荷 薄荷他把那批诸啊 他能把那批诸 那个主人对他特别 对这个薄荷特别恭敬 吃的呀 住的呀 都打扫干干净净的 那个主人养活很多猪 那猪养得又肥又胖 要杀哪个猪 那薄荷就在那里拱一拱 那个猪就除去了 叫他去杀去了 有刺去的呀 这是不可思议的啊 那个故事还很长的呢 我这简单要介绍一下 佛说地藏菩萨虽然是在一切佛度 实现在一切佛度 普悠一切差度 长期工业 那说的菩萨地藏菩萨的化现呢 无边际 无处所 就是武卓那士当中 他在这一度 就是我们现在所及这个 说破事件 因为他化度众生的缘呢 特别厚 尤其是他的本愿力 法愿 熏悉的力量 说愿意 带众生受苦 实现跟众生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见地藏经说 地藏菩萨的化现身 比我们这个世界人类的人还多 无穷无尽的 他到无量世界去 但是他留到愿力的熏悉 愿力的熏悉 实现种种的众生的像 不一定都是现在菩萨像 到地狱他也现在地狱像 感应到什么程度呢 像我们的这些道友们 对地藏菩萨有感 是求有感的 我讲一个没感的故事 地藏感应路上的 一个木工木匠 他在这个走路上啊 看见这个烂木棚子里头 有一个那个一根棍儿 一根手杖似的 但这个棍儿很不同啊 拿起来一看呢 这个手杖上到头上呢 有个像 看不出来什么像 黑去去的啊 他就把它捡回来了 立在他的床头 他每天摸一摸 感情的没什么感情 尊敬的也没什么尊敬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嘛 赶紧跟别的木棚不一样 就这么一个因缘 这个人的夜暴 害上那病 那病嘛 大概所造的那样成熟了 我抓现地狱去了 下地狱了 看一个出家人 和尚 来了 那个杨王爷 看见那个和尚来了 下了龙王王座 就给那个杨王爷 就给那个和尚合同 他看见个和尚 好像很熟 哎呦不硬是 怎么回事 闹不清楚 就看那和尚跟杨王爷 说了几句话 和尚就走了 杨王爷就跟他说 说因为地狀王菩萨 来跟我说 说你是他的护法 说我放你回去了 你好好的以后休息 这人在这个梦中了 跟他复原 他说这个和尚 幸好没有啊 我没有跟他接触过呀 他怎么会救我呢 突然看着他那个 那个棍子上的头签啊 有那个和尚像 哎呀就像这个 这一回他就不当手杖了 他就供弃了 以他这么样 跟这个地狭菩萨的姻缘 地狭菩萨救他了 咱们大家想想 咱们读地狭三经的道友们 地狭菩萨能不救吗 当你念过地狭菩萨的姻缘 你永远想到 永远不会多三脑道了 感谢观看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面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